現在就看當然觀察盛騎士到底這一場比賽能不能夠 我們先看一下場上喔 這一個飛球啊 逃過了小可愛的手套啊 潘傑凱急出來 看教練的這場上的解讀跟幫助選手的這種能力喔 在什麼時候給予選手這樣的一個協助 這個球應該是有戰術啊 好一壘跑者提前啟動 因此江蕙這個球也只能選擇抓打者 這個球詢問一下三壘審判定林毅全並沒有出放喔 林毅全選到了四塊寶宋 其實這球投手也壓得漂亮喔 這個球打在中間方向落地西自然打 先來二壘跑者 如果三壘就要拼本壘 終於兄弟的回傳球在內野被卡住下來 楊俊翔連續兩天的比賽他都有安打 而且這次安打為同時對掀持得點取得一名的領先 這個打擊喔 這個打擊楊俊翔算是發揮了他的選球能力喔 選到最後兩好三壞的情況之下 逼迫投手必須要投進來喔 而且他又能夠掌握住這個變化球 打得相當的扎實喔 打得相當的扎實喔 右邊方向又是一隻安打 那現在雷尚跑者繞過三壘之後 被擋下來喔 這個球傳露了在後面 但是雷尚的跑者必沒有再向前推進喔 因為三壘已經有人喔 輪到打者的是第二棒的邱志誠 今天第一打擊遭到三陣 這個球打在中右外野方向落地 是一隻安打 而且有可能是一隻長打 那現在雷包上的三位跑者 通通要回來 通通要回來 哇小黑這一棒清雷了 清雷了 這就是長打的威力喔 也是一隻二壘安打 並不是說三壘安打或全壘打 但是在壘上滿壘的情況下 就有辦法一次全部掃回來 這隻安打讓同事隊 現在是取得四名領先 哇這個球投得太甜喔 當然這一半喔 拿下了三分 現在是四分的分數喔